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 私部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魅兵魔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友 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石宇 石老师 欢迎石老师 华谊嘉信的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青年演员 朱瑞 朱老师 爱情导师 涂磊 涂老师 先来认识今天 这种叙事的时候 还真是特别有感慨 你看 又到毕业季了 又一波年轻人要走向社会了 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 去面对这个社会 未来的路对这些孩子来说 好漫长 但是他们在跨出未来的路之前 有一个现实的困惑 已经出现了 分呢 还是不分呢 四位 麻烦你们了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23岁 来自天津是名学生 女嘉宾小罗 同样23岁来自浙江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就请两位 欢迎两位 大四是吧 马上就毕业了 对 准备去哪儿 留在天津 你呢 我没定 今天为什么来啊 就我们已经分手一个月快了 我还是觉得我很喜欢他 想挽留 大学同学是吗 对 怎么好上的 刚开始就是他想认识我朋友 然后问我很多我朋友的各种信息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然后有一天他被人打了 为什么打他 我也是被打得莫名其妙的 我那时候挺心疼 还去照顾他了 他照顾我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他是 跟表面上不太一样 他是那种特别温柔 然后心里就非常单纯 我觉得如果说他当我女朋友的话 我们可能会很幸福 所以说我们就自然而然走在一起 明白了 又这么就好上了是吧 谈了几年 谈了几年 一年多 这怎么就分了呢 刚开始就关系特别好 后来我发现他很喜欢玩游戏 本来是想让他放弃游戏嘛 毕竟是在谈恋爱 就想为了我放弃游戏 可是后来呢 他硬要让我陪他玩游戏 那个游戏就刷到一定等级 可以结婚 所以他想让我把那个游戏 把等级升上去之后 跟他结婚 是在游戏里的角色跟他结婚 可是后来我就一直把等级刷上去之后 他天天忙学生会 忙这忙那没有时间陪我 我就跟他说 你要跟我结婚啊 你说了让我跟你结婚 我现在都可以跟你结婚了 你就没时间陪我 然后他就各种找借口 就关于这个游戏啊 我觉得它只是一种消遣的工具 我只是想当初是为了增进我们的感情 所以说才会把它领入游戏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特别沉迷其中 然后整天就长在电脑里了 我看着非常的生气 然后劝他也不听 可是他带我进游戏的呀 是 我是带你进游戏 但是师傅领进门 休闲看个人 你看你看 这臭小子啊 可是那时候我让你结婚 我就很生气的说 你不跟我结婚 我就随便跟人家结婚了 结果你怎么说 我是让你跟墨生人结婚 我只是想让你体验一下 这个结婚这个过程 你看了怎么样都好 可是你刚开始玩游戏 是让我跟你结婚呀 等等 是在游戏里结婚是吧 对对对 哎呀 你看现在这游戏啊 你结了吗 结了 后来他一说 他说那你就去结吧 这音乐挺好的啊 他说你就去结吧 那我就一生气 就跟别人结婚了呀 然后他又怪我 说我不顾他跟别人结婚了 我是开始是让他跟一个陌生人结婚 你随便跟一个陌生人结婚 然后就感受一下就好了 但是他是他背着我 他跟一个学弟搞暧昧 这是让我非常受不了 我那时候是找的陌生人 可是谁知道玩着玩着才发现 那是我们学校的学弟 怎么就那么巧 你随便找一个人 我怎么随便找我学姐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是先结婚之后才知道 那是随便结婚的 后来问出来他才知道是我们学校的 我这么说了你还不相信 我觉得这种话你一般人都不会相信的 谁知道你们之前究竟说了多少联络感情的话 我跟你解释了你也不相信 那我还能说什么 你知道你叫什么吗 你这叫引狼入屎啊 学弟进来了 你是吃醋还是怎么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 然后自己的女人跟别的男人搞爱没肯定 你不是说让他随便找个陌生人结婚的吗 是我只是 你轻怀多大呀 一来二去就从虚拟引入到现实去了 谁知道他是我们学弟 后来有一天去他宿舍 然后看见他那个一本书里夹着一封信 写得特别爱美 什么那个相见恨晚啊什么 那是因为那个学弟后来知道 我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你带我进游戏 然后你又不陪我 然后我们现在又结婚了 所以在同一个学校 他就经常陪我玩游戏 我作为一个女生 我能感觉到学弟对我有感受 但是我知道我是你女朋友 我知道我喜欢你 所以我那时候想跟学弟讲清楚 才写了那张纸 但是没有放出去 就夹在那本书里 谁知道就被你借走了 实际上面 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在你的心里 你觉得他可能在现实当中 跟学弟的尺度没把握得很好 对 因为在游戏里结婚 肯定会相互称呼对方 老公老婆啊 亲爱的 我觉得这种专属称呼 应该只是在男女朋友中 那你不是要他找一个陌生人结婚的吗 所以你该啊 结久离了 但是后来他并没有跟那个学弟 断了关系 而是那种藕断四连的 你有证据吗 那绝对有 我之前那个我也知道 我可能因为学生会的工作忙 然后忽略了他的感受 然后我特意安排了一天时间要陪他玩 就是七夕那天嘛 我为他准备了好多节目 但是他呢 他却没有 他居然为了游戏 他不跟我过亲人节 我都跟你讲了 你平时找点时间陪我 你平时怎么不找时间 情人在一起天天都是情人节 你偏偏要选七夕 我跟你说了七夕游戏要送东西 送一些以前平时都要用钱买的东西 结果呢 你还不理解我 我总不能在清明节陪你过去 那天学弟在游戏 不是七夕游戏那天会送很多东西 学弟跟你一起在游戏 我们也没有一起 那天我跟踪他 因为他拒绝我跟我过亲人节目 我就当时非常怀疑 然后后来我就跟踪他 他去了网发跟一个 在情侣包厢里我看着他和那个学弟 当时我就非常生气 我就打了学弟一顿 你还说你一进去就把人家打了 你问都没有 我们两个就是嫌网吧场 然后找了一个房间 两个人一起玩游戏而已 你进去看到什么了 我们只是在一起玩游戏而已 然后结果呢 你一进去就把人打了 我打他都是庆的 我看到什么 我光想我都不敢承受 你知道吗 兄弟 所以我来找了 别打人啊 等于你跟学弟当面冲突过了 对 转天我在那个晚会拍节目 那个学弟就过来气质汹汹的说 你别这样麻烦不拉屎 你赶紧把他给我让出来 又不是我让他去的 我也知道他这样做不对 所以我后来不是过去找你了吗 还向你道歉了 然后你也不是原谅我 听明白了 后来那个我就原谅他了 我觉得当初毕竟我答应了昨天男朋友 我就得多少人负责任走下去 那发生了什么又分手了呢 后来不是大学要毕业了 总要面对一些那个现实问题 我想跟他一起走下去嘛 我就托我父母 然后在天津 给我们都分别找了一份工作 但是他呢 他没有说 特别认真的对待 我还大老远从杭州赶到天津去 我怎么就不用心了 我也是想我们能有个结果呀 在我看来你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继续玩你的游戏而已 我去工作了呀 是你怎么说的 你让我滚不是吗 那个工作要你的学习的态度 你学习的态度不端正 你怎么去工作 就是因为我过不了六级 然后你就说我不好好学习 你没有看到我读书的时候 你为什么就说我天天玩游戏 就没有读书 你的眼圈都那么重了 天天点个熊猫眼 我还能说你是天天学习学的 看来那个岗位要求 是要求有六级的是吧 就是因为有六级 我顾不了 他就说我没有好好学习 然后就让我滚 他让我滚我就回去了 这就分了是吧 然后我去杭州也找到了好工作不是吗 那个我确实我当时因为生气嘛 我说话重了一点 但是我后来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对 我也是把我那份工作辞了 我又回杭州去找他了 你又去了杭州了 对 但是没想到我去了杭州之后 又发生了一件事 让我非常非常的不爽 怎么不爽了 那个室友只是嫉妒我 嫉妒我本来是 要在天津流的结果又回杭州 结果就把他的工作抢了 实际上就是他能力不足 没有我抢 别人也会把他那个位置占了 他就是嫉妒 发生了什么 根本不是工作这回事 主持人我跟你说 有一天他那个宿舍朋友嘛 找到我 他跟我说 他说当初他为了接近我 他找人 给我打了一顿 所以说我当时我就 晴天霹雳一般 你为了接近我 你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那是因为 你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们 这种感情根本没有 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 哎呀 那人真是你找的吗 其实就是因为刚开始 他想接近我朋友嘛 那我之前其实 在他没有认识我之前 我就觉得他挺不错的 然后我就想制造一个机会 而且我没有让朋友怎么样 我就想让他们吓唬吓唬他 然后给我一个机会 跟他在一起 能照顾他几天 后来呢 后来不是照顾着照顾着就在一起了吗 所以你会回答说 打得莫名其妙是吧 对我觉得我在学校人员挺好的 不可能是我的妈呀 真是你干的 对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 那时候也欠缺考虑 所以不是抱 跟他道歉了吗 好吧 各位老师 希望你们在帮助他们 走出情感的这种阴霾的同时 也好好给他们上一堂人生课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想大部分女生在恋爱期间 对于我们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尤其是我们是怎么相识的 我们是怎么恋爱的 包括以后 假如说我们毕业以后结了婚了 可能大家在婚礼上也会问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如果到了像我们说结婚啊 已经到了很多年以后 也会问到底怎么认识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男生你想象一下 他以后真的跟你结了婚 他一问他 你们俩怎么认识 是因为我被他揍了一顿 认识的 然后我是等到好多年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揍我的那个人 就是他 你说他心里能舒服吗 他为什么会感觉到很不爽 是因为每一次提起来这件事 都在无数次的证明 在告诉他 我情伤不够 我智商也不够 所以我跟他结婚了 而且还 这个我俩恋爱这么多年 每一次都是一个负面的提醒 都在告诉他脑子有问题 被这个女生给忽悠了 所以一个好的开始 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假如说 你们真的有机会 去修补这段关系的话 那么可能你会 以后做大量的工作 来修补他前面那一段 不好的记忆 这样才可以 女生无疑了 我这件事做的不对 那时候其实也是欠缺考虑 就一直 他想认识我朋友 我就一直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机会了 所以才 所以我觉得好多真的是 看起来很美的招数 或看起来很厉害的手段 其实背后都隐藏了很多很严重的问题 一旦对方知道了 也会很难收场 所以我们需要真的展示出来 我们自个人的真正魅力 或者优势来 也许真的他能动心 比这些烂招数好得多了 我其实在一直想 他们所有描述的这些矛盾点 包括最后一件事情 原来当时被打的真相是他指使的 我都不觉得会导致他们分手 而恰恰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最大的问题 类似女孩在年少的时候想接近你 那真是如果真喜欢你 想尽一切办法 类似的事情 我在高中的时候也遇到过 人没打我 但是每天我发现我的自行车被撒气 你撒气就撒气吧 你拧开就行了 不 它是渣 哎呦 很令我生气的 然后后来原来是一个女生想认识我 那其实她一说认识我 哎呀 我说这些都可以过去了 不会记恨 但是为什么这些事到你身上就过不去 矛盾点绝对不是所谓的学弟 绝对不是这些问题 可能就是因为当你们开始的时候 包括你们相处的所有 都是在玩一种游戏 校园里空虚 就玩呗 即使是游戏 如果你真爱她的话 跟任何人 陌生人结婚也是 你会心里非常有障碍 如果你真爱她 你怎么忍心自己爱的人受到伤害 你怎么能够说有人异性在 对你施爱 甭管是什么方式 但你清清楚楚的感受到对方是喜欢你的时候 你还能不决绝的跟她断绝来往 我相信你可能跟她做的就是玩游戏 但是怎么能够如此 只能说你没有真正的爱对我 你们两个人经过了几年的相识 我觉得现在才是真正面临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是否和事开始一场真正的恋爱 而这个恋爱是你面对了社会 面对了最实际的问题 两地到底是我们先异地恋再在最后 还是说我们现在要有一方做出舍去 我要跟你在你的城市一起工作生活 而前提就是你们真的爱对方 如果不爱的话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 说出再见 现在需要是说的好认真的 那我要不认真一下了 我特别喜欢他们俩 我觉得年轻就是应该闹腾 人家那么喜欢你 其实找人揍你一顿 我觉得还挺浪漫的 主相剧的开始 葱葱那年 我支持你们 好下去 游戏本身是轻松的 但对不起 爱情是认真而又沉重的 爱情是做不得半点假的 网络游戏是戏 逢场做戏是戏 入戏成真也是戏 坏就坏在这个戏 如果两个人都是逢场做戏 那就按彼此的规则和舞台规则玩一场 如果两个人都真 那就刻骨铭心地爱一回 坏就坏在一半真 一半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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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现实的生活了 那么在这种原来的虚拟社会当中 所培养出的 这些对于生活的游戏态度 是要纠正的 认认真真 在毕业之后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面对工作的时候 面对亲人的时候 认认真真地再谈一场 以前的 就让他化为零吧 就这 不沉重啊 其实没什么嘛 只要你认真谈过了 你就接受他所有的结果 因为那段的爱情 其实是最美最纯的 老师们的建议仔细想一想 到了该认真 面对生活的年纪了 接下来的时间 就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我知道我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开门 祝这两位同学 能够在毕业之后 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开始走向社会 找到属于你们自己 真正的幸福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